張主委,早安,沒關係,你就帶著,不會,我是好,昨天鄭立軍部長也一樣 抱歉,抱歉 這沒說讀書啦 啊,沒關係 院長早 結果他們的案子,大家都不忍心刁然,很快就結束了 那我就帶著好了,謝謝院長 要這樣喔,所以要跟我們說,不意見,我們都沒說就跟我們說 所以沒有啦 沒說你們是否沒說到 Netop 沒說喂 儘管 五重 無所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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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党团今天中午 他们很早就把时间定在中午 他们要聚餐 所以他希望说会保障 可以两点开始 那个呢 那个曾总召呢 请他赶快来我要宣布开始 好 现在就差国民党 我慌呢 張宇宙 趕快啦 中午要休息 你們又不趕快來 趕快 趕快叫鄭銘鐘 我知道了,但是就沒找你就是 你張開台藝,我已經把台藝學了 講到啦 你把台藝沒關係 應該是在下面而已 趁國民黨不在,我們趕快把它練過去 要馬上再樓線,就讓它上去 那幾條比較爽,換哪 別馬民動,我來看這個 真的好耶 燉氣,再來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首先我们介绍国家通信重播委员会 詹主任委员 他今天我们就允许他太口罩 那我们要体恤病人 所以今天就让他早一点回去休息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安排 我们大概到12点左右结束 然后下午1点45分开始 因为你们有会议 党团会议 所以我们一点四十五开始 大家互相体恤 那我们就开始 国家通信重播委员会的预算 那么国家通信委员会 在委员会的部分 我们先从第一幕开始 第一幕在委员会的决议 是冻结三分之一 简列200万 对不对 是这样吗 针对第一幕的部分 是冻结三分之一 并没有简列 那你这个简列200万是 那个是在第三幕 那是第三幕 所以所以我说要一二三来嘛 来 没关系 那好 因为我这边的资料 我们把一跟三幕是加在一起 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处理第一幕 那第一幕是冻结三分之一 那有 两个提案 是 他那个是委办会 有两个 这个都 有两个提案 委办会 委办会啊 是 委办会 是 那有两个提案 一个是 赖世保委员 在第一幕 要简列 80万嘛 是 但是这个是委办会 要简更多了 所以委办会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学商结论是 一委办会是一协一通案处理 所以这个就没有简列80万的问题 就一通案处理 好啊 所以第一案是一通案处理 那第一幕的第二案 委员会 所以第一幕这边是国民党王育民 改主决议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可以啦 那我们就改成组决议通过 改成组决议通过 那么 所以第一幕我们就冻结三分之一 提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之 那么在第一幕就这样处理啦 好就依照委员会的意见 冻结三分之一 提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之 那第二幕 第二幕的部分 这个在委员会是简列 645万元 对吗 我讲错你们 这边就要对一下 那么第三案已经策案 第四案的是孔文级委员 他提议冻结百分之十 提书面报告后 使得动之 那这一方面 孔委员要冻结到百分之十吗 这个也是讲补助会 哦这个是讲补助会 这个要通案 一通案处理 所以没有冻结的问题 就一通案处理 那么第三幕 第三幕是 在这边是简列 委员会是简列 两百 两百 不过这个是 这个也是委办会跟讲补助会 我们在委员会的简列两百万 要不要 要不要 议通案 你如果简列两百万 之后再一通案 再刃检的话 这个去对国家通讯传播公司是不公明 不是传播公司 團播委員會是不公平的喔 曾委員 那個許委員 洪棍 就是說 因為在委員會不知道這個是通案 所以他把它刪了 他現在已經納入委員會 所以我們這200萬就不予簡類 依通案處理 第三幕的部分 這很清楚喔 第三幕在委員會的簡類200萬 我們就在協商就取消 但要依通案處理 好 那麼第四幕 第四幕在委員會是 第四幕委員會是 講補助啊 呃 一般行政啦 一般行政是簡類土地租金 呃 2074萬7千元 凍結一般事務費 十分之三 五百二十六萬六千元是這樣子吧 是 喔 是不是 這是第四幕嘛 對 那麼第四幕 這邊 改主決議啦喔 改主決議啦喔 那 第四幕 呃 第五案的 李恩秀委員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 第六案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好 那 呃 呃 所以我們 第四幕喔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 呃 審議的結論來通過 好不好 好 我們就尊重委員會 那 第五幕是第一倍金 呃 五萬七我們就 就照委員會的意見處理啦 齁 那 有沒有 呃 呃 主決議 有 好 來 主決議是 7到12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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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七案的話 這個呃 賴世保委員的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們看一下 你們要看這個大本的喔 第七案 這一本大本的第七案喔 請黨團 各黨團看一下 有沒有問題 我們之前有 有做過 啊 有做文字修正 是 好 那就文字修正通過喔 第八案 策案 第九案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第九案沒問題我們就照案通過喔 第十案 呃 徐 時代力量 徐委員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就遵照 照修正文字通過 好 好 可以喔 徐委員 好 十一案 有沒有問題 有做一些文字的修正 十一案喔 對 好 我對不起 十一案 有修正是第十案嗎 修正是第十案 十一案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通過 那十二案呢 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 那十二案 十二之一案呢 正民中委員的 正民中委員的 好 好 那 我們就照案通過 好 那 通信重播委員會就結束 齁 你就早一點 趕快回去 多喝一點薑湯喔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好 一回生 兩回熟 這樣大概就知道了 再接近 來 現在進行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預算喔 公共工程委員會 那個 還沒來咧 你那個 那個列子的名單呢 資料還沒有給我們啊 這張 這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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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共工程委員會 副主委 原副主任委員齁 好 那麼 公共工程委員會齁 齁 我們 呃 就從第一幕開始 第一幕齁 呃 在委員會是 是 凍結 九十三萬五千元 對不對 蛤 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 是不是 用麥克風好不好 用麥克風 你們麥克風打開 是 在委員會是 一般行政第一幕 我們是以幕做處理齁 以幕齁 大家去看幕 不要看幕裡面的結 那太細了齁 那 一般行政 在委員會是 凍結九十三五千元 我們 啊 黨團沒有提案 所以我們就 照委員會的 決議通過 是 好 那第二幕 第二幕在委員會是 簡列 一百萬 凍結八百萬 對不對 是 那麼我們這裡 十三案 策案 十四案 策案 第二幕 那十五案 國民黨委員 奈斯堡提 簡列二十萬 這個是 獎補助會 我們就一通三處理 所以這個不處理齁 一通三處理齁 那十六案 奈斯堡委員 也是委辦會 這個也是一通三處理齁 所以十五十六是一通三處理齁 我們提書面報告 好 提凍結百分之五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凍結 喔 好不好 提書面報告 所以 第二幕的部分 就簡列一百萬 凍結八百萬 然後 在凍結的部分 增加百分之五 大概是 幾萬 喔 算一下 百分之五是多少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八十一萬四千元 乘以百分之五 七十 七十萬 七十多 多少 七十多 七十幾 七十四 好 那就凍結八百七十萬啦 不要那個四萬啦 就凍結八百七十萬 減累一百萬 那凍結的部分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凍結 好不好 好 沒有意見我們就這樣子 那麼 第三幕 我們黨團沒有提案 那麼委員會是 凍結一百六十七萬兩千元 我們就尊重委員會的一個結 的一個結論 就通過 那麼 第四幕 第四幕 委員會是 減累一百萬 動結一百三十萬兩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凍結 我們就 遵照 尊重委員會的決議啦 那第五幕第一倍金 我們就照類 那公共工程委員會有三個主決議 一個 第十八案 測案 十九案 測案 十九之一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十五的很重要 你坐著坐著 我們都沒有站著 你站著就不好講話了 包括委員 還有各位委員 可以喔 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可以 對啦 後面加上個字比較完整啦 好來 就是 修正嘛 修正一下 最後一行 立即停止後 後面加上併檢討 好啦 立即停止後 加上個字並檢討 那個時間是多久 他的時間是要多久 那立即啊 時間 沒有停止了就沒有了 沒有時間啦 好 那你這樣修正 最後一行 沒有問題嘛 沒有問題就是 立即停止 加上個字並檢討 這會不會很關注啊 好 那這個委員 委員可以吧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就修正通過 好 第 十九字就修正通過 好 那 我們問一下 那個 這個什麼 石虎公園 那個前山計畫裡面 有沒有列入 有啊 有啊 那這個也要停止喔 那邊也要停啊 那邊也要停喔 那主席長會主義啊 馬上下來 主席長 這個要停喔 十五公園 十五公園 就好耶 十五公園 把十五的棲息地全部破壞來蓋公園那個啦 苗玉的那個 好 就依照他的決議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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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管 好 那就這樣子啦 好 詢問一下 所以 十九之一這個提案應該沒有問題 是 同意就是修正上個日子就是說 警部會 停止 檢討規劃及工程的進行 你停止以後可能就是一定要去檢討嘛 這樣才比較完整 OK 好 那我們就修正動過 等一下 不對 不對 並 停止 並檢討 工程 不要 又還要規劃進行 那又要來了 沒有 檢討過去他的規劃及工程的進行有沒有問題嘛 你不可能說 這個叫他停工了以後 什麼都沒事了 這樣就擺在那裡就不行 好 一定要去檢討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預算就告一段落 你們可以離席 謝謝恩 主席處要控管 都記得喔 對啦 這樣我就很清楚 就可以對照 好來 交通部 是代理部長 王代理部長 好 那 來 這個 第 二十案 第二十案 是通山的部分 我們從 交通部 本部 交通部 他們做一個 統山 做一個 全部交通部的統山是 減累八百萬 凍結三十一億 五百六十五萬一千元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麼 我們 就進入 竹木 來處理 竹木來處理 那 二十案出國計畫 有明兄 出國計畫這個是通案 我們是不是 一通案處理 這個通案處理 二十一案 那麼 緯辦 那麼 緯辦 第二十一案 在 世保委員 這個是 緯辦 緯辦 會 一通案處理 那 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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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委員會是 凍結 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元 是 凍結 一千八百六十萬五千元 提 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對不對 好 好 那二十二案 鄭天才委員 他的委辦 會 這個也通案處理 二十三案 通案 委辦 會也是通案處理 二十四案 呃 賴司法委 兩百萬 這個是通案還是 一般的案子 蛤 來凍結案 那是計劃 他凍結兩百萬 你們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改書面報告 那個 凍結 凍結兩百萬可不可以接受 改書面報告 他有說要專案嗎 他凍結兩百萬還要專案 沒有嘛 所以我們就 凍結兩百萬提書面報告 好 好 來再來 二十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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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組決議通過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改組決議通過 二十六案 許委員 他是 要減累一千萬 凍結百分之二十 一般行政都是 那個 民眾秀 一般行政大概都是 人事會啦 金長門的這一些喔 你跟他凍結二十 然後減累一千萬 許委你們沒有去溝通嗎 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這個科目是已經 減累一百萬 凍結兩百萬 委員會我知道啦 第一幕 第一 喔 現在是第二幕了啦 第二幕了 叫委員會 就好了 叫委員會 人事會啦 改書面 擁書面 改書面 好了 不刪除改書面 改市凍結1865萬5000元,現在改凍結2065萬5000元,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好 這個很明確喔 那第二幕,一般行政 呃...徐志榮委員,也不要凍結到百分之二十吧 百分之五啦,然後提書面啦 好,可不可以 百分之五啊 啊不然要多少 我們委員會動,欸那人士會,我們委員會動兩百萬 百分之十啦 十八啦,欸書面 好,我來處理啦,沒關係我來處理喔 一般行政喔 一般行政的二十六案徐志榮委員 除法定的支出的人士會這個凍結沒有意義,法定支出之外,凍結百分之十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好,這樣可不可以 你要法定支出要給人家 好,二十七案 改主決議通過有沒有問題 好,那 二十八案 呃,那個 那個,賴司法委員是 凍結一百萬 提書面報告有沒有問題 可以 好,可以接受 好,那 第二幕又要增加一個一百萬 就變成凍結三百萬 那 國昌委員 他是 凍結百分之十 一樣,那是不是併入剛才的 國民黨黨團的凍結百分之十 好不好 可是我們要專案喔 你要改專案 這是一般行政呢 29 29 29 一般行政大概都是 法定的支出比較多 我們在其他的項目來也改專案好不好 不 專,就是說 我想 來,國昌委員來了 來 部長這邊也知道嘛 我們關心的是 關於這個後勤 資源管理系統的驗收的問題 是是是 那我們是希望針對這個題目有個專案 如果院長說要調到別的項目來 就是如果其他的有專案我們就一併配合啦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至少就說這一定要列到專案裡面去 事實上那個 黃委員在過去已經有幾個是要做專案報告 我們就把它併在裡面 好來,黃委員 這個案子有專案報告 應該是共識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就專案 後面如果有案子就併到這邊也一樣 好 我希望能夠維持 好 這個部分 金額可以講 但是單獨在動這一項 後勤資源管理系統的事情 我講了很多次 我一開始在 交通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他們也沒當一回事 花了4億多 現在已經不是 我們要不要給交通部台鐵錢的問題 現在是 過去這幾年 該給的錢沒少過 4億 現在直接丟到馬桶裡面 整個系統 從來沒有亂過 整個系統從來沒有亂過 4億 我一開始在質詢的時候 還在避重就輕 等我逼審計部去查 審計部現在查核報告出來了 問題一堆 可以 也正是因為這樣 金額可以講 但是我這個案子 我堅持要獨立 陳怡向 好 這樣子啦 剛才已經有一個 凍結10% 就是排除法定的支出之外 凍結10% 那我們就 併入凍結10% 但是剛才的書面報告 現在改專案報告 凍結10% 就是配合剛才 徐志榮委員的 排除法律固定的支出 法定支出之外 凍結10% 然後提專案 來 再來 那個 宜潔委員的 簡列50萬元 這個是 這個是不是委辦會 不是喔 資訊的 那 這科目自行調整 那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蛤 三十案 三十案 院長報告 因為資訊經費我們其實每年都在檢 那 今年因為有 我們的設備其實也 面臨軟體的那個 版權的問題 必須要汰換 我們都汰換九年以上的 這種電腦 就希望不要再檢 好 那個洪峻 洪主委 我看就策案了啦 沒有啦 就策案了啦 這個 50萬就讓他們好做事 那 也好啦 一般行政資訊管理 國民黨黨團這邊是 凍結 賴斯堡委員是 凍結五百萬 凍結五百萬 那這個 這個就提書面報告啦 好 好啦 就提書面啦 不三也提書面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子喔 第二幕 第二幕我們再宣讀一下喔 第二幕喔 呃 然後再增加 委員會的 凍結十分之一 結合國民黨團的 許志榮委員的十分之一提 專案報告 好 這樣就很明確喔 好 來 第三幕 第三幕喔 第三幕在委員會是凍結五百 是簡列五百萬 凍結四千五百四十六萬一千元 好 這個沒有問題喔 那麼 在這裡 黃昭順委員提案凍結十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那麼凍結十分之一 大概多少 六百萬 那六百萬你這邊凍結 已經凍結五百萬 那我們就凍結六百萬配合他啦 好 齁 就凍結六百萬 配合黃委員的提案 這個五百萬就提升到六百萬 喔 他是單項的凍結啦 結的凍結 那麼 陳議員 他凍結這一項 凍結百分之三十 改書面報告 那要不要就配合凍結 沒關係 沒關係 你說 行政業務督導 沒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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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這樣子啦 其實蘭嶼的交通問題 這個已經講了非常久 然後他事實上他長期存在的也都被忽略掉 那這個只是最主要為什麼要堅持三十 就是說 可以拿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出來 其實他 你看他 像他在飛機的起降的安全性也好 上一次也出身 長期也發生過幾次 一些的飛機的整個一個事故 跑道的短 然後 班次的問題 特別還有在船運的問題喔 我們現在大家都注重在於花東的鐵路一票難求喔 可是 大家去忽略掉的蘭嶼喔 特別是在旺季的一票難求 那特別是在當地居民 當然也有一定程度 我們該如何 讓 特別是在當地的居民也好 觀光要進去的也好 讓他能夠更有穩定的交通船可以坐 我想這個其實不難 那交通部應該是重視這個 然後把這個報告 去把它做出一個具體性的出來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只是要做跟不做的問題 你一個報告就好 數沒報告 題數沒報告 題數沒報告 對對 那你 不是現在是凍結的 %數30%太多啦 你看看5%10%這樣不太有意思 你把提升到30%是優勢 行政計是10%以來 本來是5% 我以往已經要10%了 好10%啦 10%啦 好10%啦 好 那 陳議員 這邊在凍結10% 百分之10大概多少 9千多萬 百分之10900多萬 好多少 976萬 那就凍結1千萬啦 不是 10% 10%是900多萬嘛 那凍結1千萬比較好算 那提書面報告啦 好 那34案 改主決議有沒有意見 沒有 同意 沒有 沒有意見 那第二幕我們就處理 現在是處理第三幕 行政業務的嘛 再來 第三幕 第三幕再來是賴委辦會這個通案 習志榮委委辦會這個通案 那個高路移用委員37案是改主決議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同意喔 好那就通過 那習委員 好來 這跟剛才一樣嘛 對 剛才那個文雄經緯一樣 對 不過就是有一個比較清楚的齁 維持淡季每週三日以上有航班 這個是可以確定可以做到的嗎 這個主決議上面 1月1號開始 對啦 剛才洪軍委員是關心這個 這個 需求 如果 會不會提供 那我們現在不要關心的是另外一個 就是淡季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定的航班 因為有些緊急的需要 可能還是 好 那如果可以那我們就接受 這個確認這個淡忘記 我們很多人 你都是這樣 把這個 把這個剛剛的那個 一起納入嘛 有在主決議裡面 因為他都 就一起報告在裡面嘛 好不好 把這個內容 好 第三幕我宣布一下齁 第三幕齁 委員會的 凍結五百萬 現在我們改成 呃 簡列五百萬 然後 增加 凍結一千六百萬 就是變成五千一百四十六萬一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這個就包括陳醫傑委員 包括黃昭順委員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那 現在進入第四幕三十八案 這個 第四幕出國計畫這個是通案吧 好 就通案處理 就通案處理 三十九策案 四十案 那個第四幕先處理吧 第五幕 第五幕先處理 第四幕剛才練過了齁 怎麼這麼快 我自己也不曉得 好 那第四幕就 就趙勵 趙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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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通過趙勵 趙勵 那第五幕 委員會是凍結 七千兩百九十五萬五千元 那麼 現在第五幕的部分 呃 國民 那個 那個令委舟委員 他是要凍結一千三百六十六萬九千元 提書面報告 那委員會已經凍結七千兩百九十五文 要不要 他只有凍結一千三要不要併入委員會 那個 那個 起承兄 就併入委員會 就好了 要不要併入委員會 不是策案喔 是併入 但是他的提案的內容 他的提案的內容 那個 那個交通部還是要回覆書面的 事實 應該應該可以併了 好 那 這個 這個交通部 我 我說明一下喔 策案跟併案是不一樣 併案是 以委員會的凍結數為主 他 寒掛在裡面沒有增加 但是 他的提案的內容 你們 還是要書面 來 回覆 了解我的意思 那原來委員會是書面還是專案 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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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41案 永明兄 你是要減累五百萬 凍結余額 百分之二十是什麼意思 呃 我想喔 這個案子主要是關於這個監理系統跟警政系統 關於這些怎麼聯繫的問題啦 譬如說警三 後來才發現說他之前的這個 紀錄實在是很惡劣 警政有了 監理可能沒有 兩者之間能不能強化聯繫 所以我們可以改 凍結十趴 可是要專案報告 那個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那個已經連線了 就是警政跟監理已經連線 現在已經連線了 三十年提供已經連線了 所以 就是說你怎麼去強化 齁 因為之前 以警三的案例就說 不知道啊 你現在連線我們當然是歡迎 對 那可是我們想知道說 那你怎麼去強化這個 那這邊是不是用書面 就是大概 因為我們已經連線 上去的人在談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沒有連線了 議案的時候沒有連線 現在已經連線了 現在連線了 是不是要連線 那很好啊 那出來委員會做報告啊 跟大家講一下你的政績啊 所以我們 書面就可以了吧 專案啦 這個事情大家都關心 現在主要專案是時間排不出來 可以啦 你跟其他案子病嘛 我們按照修委員都做了 是不是就 我們書面報告寫下去 你如果這個要跟台鐵那個病又很奇怪啊 你哪有那麼多時間做專案 就已經連線了 他已經連線了啊 已經連了 因為 市長這邊 我們54案跟這也是一樣啦 只是說在不同幕裡面 所以 是不是 就 凍結10% 然後專案報告 市面報告 就是說已經 都已經錯了 跟協議 這樣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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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處理好不好 是 凍結的十分之一是多少 是 呃 好像四千 四千七百六十萬 那個 有明兄 凍結的十分之一 能不能納入委員會 那專案報告就 併剛才 國常委員的 第二幕的部分 一併報告做專案啦 這樣就有專案啦 知道我的意思嗎 凍結的部分 許委員 他可以 他可以 呃 配合委員會的凍結數 七千兩百九十五萬之內 齁 然後 這裡 這裡 就 併剛才 第29案 黃國昌委員的專案報告 一起做專案報告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來 就這樣處理 那 第四十二案 是 高陸委員的提案 他 這個要不要 說明一下 來 我想 高陸這邊還是官區這個東部啦 那你們 看這案子你們的情況 你們回應是什麼 那 那就一併併入做專案報告啦 就是在 在那個 29案那裡都一併做專案報告啦 那凍結百分之三十就 就併入委員會裡面啦 完全這凍結也沒有意義嘛 而且是東部的交通的建設嘛 好不好 好啦 好 那這個 齁 這個 42案就 同樣以委員會的凍結數為主 齁 但是併入剛才 黃委員 黃委員 還有許委員的專案報告裡面 你就 因為他這個凍結一定要有報告 沒有書面就是專案嘛 你就併入專案啦 一併啦 齁 那 黃昭順委員是凍結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多少 五千多 這個可以啦 跟委員會一樣 那就併入議員會吧 這併入委員會 併入委員會 併入委員會並不是車案喔 齁 我剛才特別講過了齁 那 黃昭銘委員 凍結一千萬 專案改書面 這個也併入 그걸 那個委員會啦 提書面報告啦 那一世保凍結兩百萬這個是 通行 21萬 通行 曾artz委員 凍結10% 那也是併入委員會啦 那併入委員會 就 你要提專案還是書面 書面就可以了 好提書面報告啦 那賴斯堡委員 他委辦會是通案啦 徐志榮委員 是減累100萬 並凍結20 我看凍結的部分就併入委員會啦 那減累100萬 你們在第五幕沒有減累嘛齁 那100萬能不能接受 接受好了 100萬而已 希望維持這個 書面報告對不對 書面報告不減累就是 好啦 好啦 那就凍結10%啦 10% 但是 不是啦 這個沒有意義啦 併入委員會 委員會的凍結都比10%還高嘛 現在 那 刪結100萬你們 不用 不是 給你 減了100萬 但是讓你們在這個幕裡面自行調整 沒有啦 那個國民黨已經說不用啦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好那就 那 那 徐志榮委員就測案啦 那 孔委員是凍結10% 我看這個就併入委員會啦 提書面報告啦 併入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啦 那廖國洞 廖國洞 廖國洞委員測案 51案 賴斯堡委員 這個是一般事務會 這個是不是 通案 不是喔 那是凍結100萬啦 那凍結100萬 乾脆就納入委員會了嘛 你凍結100萬沒有意義啦 好 好 那 那徐志榮委也是凍結100萬 就 凍結 他是要凍結100萬 凍結20 就跟剛才那個案子一樣 就測案了啦 測案 反正他有書面 好 那 好 第五幕 我來宣布一下 凍結7295萬5千元 這個 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但是 必須提 阿 專案報告 提專案報告 配合剛才 第二十二案的部分 一併 二 不是 二十九案 還有四十一 好 好 那 現在第六幕 道路 交通安全 在委員會是 簡列200萬 凍結 一千六百九十萬三千元 那麼 五十三案是 減列六十 他這是什麼 減列100 減列一半 減列六十 減列六十 這個是不是 統三的部分 對 減列六十 沒有 減列六十 這是減捕柱 減列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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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金雄,凍結百分之十四是多少? 我現在再問啦 跟委員一樣的 好,那 這個55案 李委員就併委員的凍結 提書面報告 你要針對他提的案子 提書面報告 好,那個56案 疑解委員,簡略50萬,凍結百分之十 提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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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講補助 補助費用 好,那進入一通三處理 通案處理 通三啦,統三的部門處理 56案一統三處理 那57案測案 好,我們進入第...來,我宣布一下 那麼第六幕 就簡略兩百萬,凍結一千六百九十萬三千元 那其他該... 統三的部分就依統三處理 那有凍結的部分 齁,就請書面提書面 齁,那就請交通部齁 提書面報告 使得動支 來,第七幕 第七幕 呃... 可以書面啦 好,凍結百分之十多少 多少 一億兩千九百,齁 那...凍結百分之十啦齁 提書面報告 那... 五十九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已經改了,沒問題 蛤? 沒問題 好,改主決議通過 報告院長,剛剛那個凍結是不是扣掉法定的人事費以外 當然,這是一般行政嗎 這次不是一般行政,但是這裡面有韓港局整個八億多的人事費 喔,OK 好,那... 好,等一下我再宣布齁 等一下我再宣布 那第七案齁 第七案改主決議啦齁 第八案... 第六十九案測案 第六十一案 凍結十分之一 也是跟... 時代力量一樣 我們就凍結十分之一 齁 提書面報告 可不可以 這是黃昭順委員的齁 我們...蛤? 這叫除法律一五萬 什麼? 除法律一五萬 等一下我會宣布啦齁 好 那個...六十二案 以解委員改主決議通過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那麼... 第七... 目齁 齁 在委員會是兆列 那... 到我們協商齁 好... 我們是... 在六十三案... 呃... 呃... 維州委員 他... 專題改書面 凍結五億元 那委員會凍結多少 23億了 那就併入... 併入委員會裡面 但你要提書面報告 給維州委員 好 可以喔 那... 那... 這個... 就併入... 委員會的... 凍結 然後提書面報告 那... 六十四案 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 改主決議通過 那...六十五案 凍結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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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一樣 就是這個數字 就是23億這個數字 23億比較大 來 簡單的說齁 你說 這個... 對 那都是針對 花蓮台東 這個實名制 有關係的 那過去啊 從去年開始 實名制的... 就是以台東 花蓮的UV的身份證字號 去訂票 這個在整個春節後 是聯繫假期 齁 去年已經實施一年 都是用那個 普魯馬號 或者是太魯閣號 這一次的春節 九天連假 竟然不是用 普魯馬號 太魯閣號 而是用 一般的 極光號 志強號 昨天凌晨 十二點啊 就是今天早上 十二點開始 訂票 罵聲連連啊 所以這個部分 請這個交通部 鐵路底這邊 趕快檢討 因為到台東啊 本來普魯馬號 只要四個小時啊 現在七個多小時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 應該還是要用到 那個... 一般的那個... 那個... 不知道... 普魯馬號 或是... 太魯閣號 以上 就是... 春節 春節 對,昨天凌晨 十二點開始訂票了 那個... 有明修 嘿 那個... 跟那個... 政委員說明一下 我認為他們是考量 因為春節旅客 真的很多啦 那... 那... 普魯馬號他們不能賣戰票 那... 書運上面 車底不夠啦 對啊 就... 書運旅客的壓力 就沒有辦法紓解 這一次元旦還是有賣戰票 啊... 戰票是沒有... 它有固定的... 那... 啊... 春節 跟元旦的重要性 旅客的量 不一樣 你要讓... 讓交通部說明啦 來 交通部說明一下好不好 對... 台鐵局說明 那... 我想... 這個... 主要就是... 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它是直打快速的 沒有賣戰票嘛 所以它的量會比較少 那我們現在提供的就是... 濟光號 呼信號 那... 這個可以賣戰票 它的運能... 所以我們還是這樣的事 今天的主題不是戰票 是... 台東UV... 優先 現在談... 不是談戰票啦 是台東花蓮的... 為了返鄉啦 為了返鄉為主 所以... 在過去一年 已經實施了一年 所謂的實名制就是用... 身份證UV的 它有... 一定的名額給花東啦 不是全部的名額 一定的名額給花東 那今年它... 這一次的春節是第一次... 它沒有實施這個... 它用那個... 不是... 不是用那個... 普魯馬太魯閣號啦 是用那個... 一般的濟光號 復興號 就很慢啦 所以昨天... 這個... 喔... 媒體也都在報導 是不是請那個... 台鐵局再檢討一下啦 這個... 台鐵局... 它講的你聽得懂嗎 它說以前... 以前你們優先給花東是用... 普魯馬號 現在優先給花東是用... 許光號啦 是這樣子嘛 對... 這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把它... 改過來 還是把名額 多一點 普魯馬號的給... 台東發電 UV的部分嘛 是不是這樣子嘛 好不好 他那個... 他那個是這樣子啦 我知道 他把一般的... 普魯馬號 你應該... 應該就是說 你這次就是... 普魯馬號這邊 你沒有釋出嘛 他有釋出 他是把一般的旅客啦 不是優先給花東啦 沒有優先給花東 對就是啦 所以你應該都是平均下來嘛 都要... 對啦 對啦 那要優先給花東啦 對啦 給返鄉的優先啦 那個... 普魯馬大部分都在花東 現在是在講UV那個專類啦 那我們... 對 那你就優先給花東就好了 我們如果... 我們來檢討一下 就是在UV專類的部分 盡量也用普魯馬號 好...好不好 好不好 齁 我知道啦 你就是本來普魯馬 那改成舉光號啦 所以就比較慢 好...那這個就這樣子喔 那你... 這個... 你能不能... 因為你的凍結案 都比委員會的凍結還少啦 你就併入委員會 他一樣要跟你做書面報告 你的兩岸都這樣子好不好 好... 來...67案 民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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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減累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你... 哇...民中委員不在啦 嘖... 我看民中委員的一樣 併入委員會啦齁... 那不行啦 一人減累百分之二十 開玩笑 這個... 這個... 交通部就不要動了 民中委員會幫他測案 測案啊... 民中委員會昨天幫你測一案 你今天幫他測一案 好...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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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這樣子啦齁... 六十八... 因為... 動載五分之一 動載五分之一 動載五分之一是多少啊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喔... 我們... 改... 不... 委員會是十八啦... 我們... 就併入委員會啦 提書面報告啦 好不好 委員會是二十八吧 委員會是二十八喔 五分之一啊 委員會是多少 二十八啊 好...那就併入委員會啦 那就併入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那... 六十九... 也是併入委員會啦 提書面報告啦 那... 國昌兄 你這裡... 是... 你比較仁慈只有動十分之一啦 啊... 那你... 你覺得... 怎麼樣 併入委員會就好了嘛 委員會... 我... 我先請教一下交通部喔 好...來 就因為你們後來在做的事情 立法院... 已經處於休會的狀態 沒有辦法繼續監督 但是我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問清楚 2010年... 你們花了1800萬... 去做遠端監視系統 2010年給台灣社會的宣傳是遠端監視更安全 一切段ATP行控中心馬上知道 去年普悠瑪出事 大家才發現這是騙局一場 那問題不是只有說 什麼普悠瑪的ATP有沒有接到遠端監視系統 根本不是這樣 是你那整套遠端監視系統根本不能用 難用到爆 在討論普悠瑪有沒有接到遠端監視系統 從某個角度上面來看 都是在移轉真正問題的焦點 現在問題的焦點很清楚了 你們在2010年花的那1800萬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當初花那個錢 所要達到的功能 我在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我已經跟賴院長講過這件事情了 結果很奇怪 等到我們會期結束了以後 放完假 我回來看到你們的第一份決標公告 是再給三商電腦700多萬 去優化所謂的遠端監視系統 我看不懂啊 什麼叫優化 你當初花1800萬 他事情沒有做好 那你就要他改啊 怎麼會我們現在 台鐵對於沒有把事情做好的廠商 已經寬容到責任不追究沒有關係 要求他修復也不用 我們處理的方法是 我再多給你錢 讓你去做你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們在省預算我就不盡要納悶啊 我們是政府錢太多 還是交通部錢太多 還是台鐵錢太多 錢可以這樣花喔 好 那簡單說明 就是那個今年事業會把中心的優化做好 那這一次他們的700萬是包括派兩位到中心去監控 所以他的確在 像華文剛才談了 過去在中心做不好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按照大家的結義要把它做好 就是今年事業 所以他裡面也有一些人事費用就是 不是啊部長你根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當初花1800萬就要做好啦 我們後來才發現當初花1800萬 那些錢跟丟到垃圾桶一樣啊 這個我們在那個調查裡面齁 就是這個會去去就 就是會去究責說 當時為什麼這麼做啊 但是往前走就是事業 市長 市長我這樣講啦 好像這個案子他要 凍結報告或再動資嘛 那就 他這裡不必再爭辯 這個 委員會這樣可以講了嘛 這個能不能這樣子 我們不能再執行 這個時間有限嘛 國章兄 他既然要動結我們就同意 就動結就好 他委員會再去講了 那也不必再 我們 那也不必再發言 我們都同意你的案子就好了嘛 我們同意 國章兄我們是不是 動結 委員會啦 那也納入你的剛才那個專案報告 把這個說清楚啦 討論清楚啦 好 可以啊 好 來 那這個動結喔 就納入委員會 但是 就是 就並剛才 黃委員的那個 那個專案報告 一併做專案 專案報告處理喔 來 71案 這個民眾委員 我們就 納入 委員會 都是五分之一嘛 就 納入委員會 委員會 是五分之一 納入委員會 因為它 它這個是單項 它這個是結裡面已經是很細了 那委員會 整個幕是凍結23億 所以就納入委員會 那72案是 呃 策案 73案 動結一千元 也是納入委員會 來 提書面報告給 那個 鄭天才委員 沒有問題吧 好 好 那第八幕 就 動結 呃 23億9954萬4千元 那針對書面報告 呃 以及 有一個 呃 第七十案 時代力量黨團的 專案 配合報告 就請交通部 依照 這個結論辦理 好 來 第九幕 第九幕在委員會 喔 是凍結5億4890元 好 那麼我們這邊 林維州委員 他是凍結兩千萬專題改書面報告 我們就併入 呃 委員會的凍結5億4890萬元裡面 來 齁 我講的喔 都不是測案 我講測案就測案 那如果 併案的 併入的話 是三委員會的 當時的預算 但是他的 提案的內容 你要回應 齁 那黃昭順委員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多少 一樣啊 好一樣 他委員會一樣 啊那就併入委員會 但提書面報告給 一樣要提黃昭順的提案的書面報告 那 陳毅姐委員是凍結600萬 那我看也是納入啦 那也是提 書面報告給 陳毅姐委員齁 七十五萬跳過去了 七十五萬跳過去了 七十五萬 蛤 一樣 一樣 一樣併進去就 好 李恩秀委員 動結十分之一 那是一樣 李恩秀委員一樣喔 我們就提 我們就併入委員會 然後提書面報告 針對李恩秀委員 並入都不算策案啦 好 那第九幕 第九幕 我們就 凍結五億四千八百九十萬 那有提案凍結的委員 就請提書面報告 來 到立法院來 好不好 好 OK 那麼 第十幕 我們就通過 現在進入主決議 八十一案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通過 八十二案 好 那就通過 八十三案 好 那就通過 八十四案 好 那就通過 八十五案 好 八十六案 好 八十七案 好 八十八案 八十九案 九十案 你也沒看都在發尊照辦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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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先過 好 九十一案 九十二案 九十 好 來 許委員 來 因為最近 勞工部也鬆綁齁 我們這邊談疲勞駕駛 你們雖然所謂遵照辦理 那有沒有比較確切的 針對目前 比如說春節 會鬆綁這個 客運的駕駛的連續工作的天數 那有沒有什麼 有注意到這個事情嗎 我說一下 現在就是 做久休醫是特例啦 那他現在勞工部有一個規定 就是連續四天 不能超過十一個小時 連續四天 我們現在加班是八加四嘛 十二嘛 所以他裡面 然後在那個前後 我會加強這個勞檢 所以大概有一個配套措施 來做這個部分 好 那九十三案 九十三案 你們是有提修正嗎 阿可以嘛 可以接受吧 對 那可是還是詢問一下 關於李霍元這一塊 他這個非典勞動的狀況是怎樣 那你們後續的處理會是怎麼回應 這樣 來說明一下 這個理會也因為跟商業同業公會 目前是勞資糾紛啦 那我們跟他協調過好幾次啦 那因為這個勞資糾紛是勞動這個單位的主管 但是我們還是促成開始能開好幾次的協調會 但目前勞資雙方啊 還沒有達成共識 那這個問題 這高雄港並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基隆港有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會繼續再來協調 對啦希望這個事情 這個交通部這邊還是要持續關注啦 好 不要只是憲 因為還會跟你們的業務有關嘛 好 那就照修正文字通過 九十四案 國參議員 遵照辦理齁 好 那就 交通部 我們的案子就處理 本部的部分就處理完畢 那 那我來宣告一些事情喔 對對對 我就是要宣告 你怎麼說 有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齁 時間的都是到下會期 齁 不管是書面報告 齁 還是所謂的 一般齁 就是因為 下個月我們還沒有開議 你們報告來 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好現在進入民用航空局 我這邊有 民用航空局 民用航空局的部分喔 我們 在 民用航空局委員會均無三檢及凍結束 那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 第一幕的 主決議 齁 有沒有 這個問題 齁 改主決議通過 那 呃 還有一個 九十六案 呃 遵照辦理 好那民用航空局的 稅出預算 就趙委員會的 呃 就是趙委員會的 通過的決議 我們 啊 就通過喔 就無三檢及凍結束 好 來 下一個 就是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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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觀光局的部分喔 我們在 觀光局 及首屬的 所有的 呃 整個局是被凍結 三億 九千零九十二萬八千元 對不對 齁 好 好 那我們從第一幕開始喔 第一幕 九十七案 測案 九十八案 測案 九十九案 測案 那麼 第一百案 呃 凍結兩千萬 題 書面報告 這講好了啊 哈 已經講好了 好 那第一幕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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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凍結兩千萬 題 書面報告喔 提書面報告 好 那麼 第二幕 一百零一案 一百零一案 第二幕 觀光業務喔 委員會 委員會是 凍結 一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元 那麼 李恩修委員 是 凍結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是大概 九百九十一萬 這個比 以 委員會 凍結的 還少喔 我們 是不是 併入 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好不好 齁 那麼 一百零二案 王毅民委員 他是 蛤 第二幕 是 呃 凍結五百萬 我們就納入委員會的 一千四百七十九萬 但是要 提書面報告 給王委員喔 就是 呃 就是併入啦 沒有策案喔 那現在 觀光業務 呃 慈勇委員 是 凍結 一千萬 那我們的委員會 是凍結 一千四百七十九萬 喔 是不是也能夠納入 呃 委員會的凍結案 然後提書面報告 給 好來 院長 來您說 那 凍結這一塊 那委員會是沒問題啦 好 不過就是說 使用這邊比較堅持 又希望能專案報告 好那 能不能併剛才你們的專案報告一起 可是 這個 局處不同耶 好 他們一起 那個交通部 扁部 就 這專案報告一定會找他們的這幾個單位過來 對 那我們比較關心的是說 到底有沒有在處理啦 齁 一千多處啊 你合法只有一百多處而已 好啊 到底是有在擺爛還是處理齁 好 就是 就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不可能只有邀請觀光局來做專案報告 一定是交通部來做專案報告 這個 那各單位都會 鐵道局啦 還是鐵路局啦 觀光局一兵過來 所以 等一下等一下 消息的專案報告要併財期待的 所以 對啦 不然會審不完啦 那搞兩年也搞不完 好一百零四 柯智恩 柯智恩 改書面報告 那 納路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李玉琳 動賊七百萬 也是納路委員會提書面報告 然後 一六案 立林六案 測案 徐玉琳委員是動賊五十萬 是我們也納路動賊委員會裡面 然後你跟他提書面報告喔 陳怡琳委員 動賊三千萬 這個就超過委員會了 這個超過委員會 洪軍兄 要不要手下留情 這個不是手下留情的問題啊 你這簡約二十 二十趴 他最主要是針對官宏專案 他多了一點 這個官宏專案這個爭議太大 因為你現在喔 你官宏專案 你現在說 你現在越南這一次 脫逃 集體脫逃一百五十二人 然後 你其實他們在辦的簽證手續喔 是非常簡單 也不必付財力證明 那你你你你現在也不必付財力證明 然後 對脫逃的旅客 也沒有所謂的處罰的機制在 也沒有罰則 那 那 只要求旅行社 負擔這個 強制出國 跟受容期間的必要費用 我是覺得喔 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以後 我們應該是要 全面的來檢討 他真正的問題 啊不然的話 你你還是這樣子 繼續的脫逃嘛 這問題還是潛在的嘛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 再強調的是這個地方嘛 所以 所以針對這個莊宏專案 應該要提出一個專案的一個檢討報告 我跟 我跟洪勳遠報告喔 在內政部的預算 這個 這個在 內政部的那個移民署 裡面 已經有專案報告 就是要針對關洪 這個應該是到時候 跨部會應該併案處理 這個這個因為 內政部移民署歸移民署嘛 因為我們這邊 所以應該要併案我同意嘛 對 併案我同意 所以應該是 主責 是要 是內政部 然後到時候他們 觀光局就要去配合 因為那個進 入出口 那個 那這樣子嘛 你就 動結的跟那個 一致我同意嘛 好 動結跟委員會一致啦 然後 並那個 相關的部會 就並相關的部會來做專案報告 這樣很好 好 好不好 這個跟他註明清楚 好 這個觀光局 針對關洪 就是陳怡傑的提案 並其他部會來做專案報告 他們一定也會邀請你們類企的啦 來 不好意思 簡單請教一下 現在跑掉那一百多個 那 巡獲的有幾位 移民署的統計已經有一半了 就巡獲一半了是不是 OK 好 那我們進入第109案 黃昭順委員是動結十分之一 我們就併入委員會 但 提書面報告給 一樣要針對黃昭順委員的內容 來 一百一十案 策案 一百一十一案 孔文吉委員 動結百分之二十 我覺得我們就 動結百分之十 遵照委員會的意見 然後 提書面報告 針對孔文吉的委員的建議 要提書面報告 好不好 好 寧維州委員策案 一百一十三案策案 一百一十四策案 一百一十五策案 一百一十六策案 一百一十七案 許認委員 動結五十萬 我們就併入 併入 欸 這個是 胡島 就併入那個 動結案裡面啦 那 孔文吉委員 他這個 針對 呃 動結百分之十 也只有四十三萬 我們也併入 委員會啦 所以 第二幕的觀光業務 動結一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元 蛤 第二幕 對啊 不對嗎 對啊 一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元 那另外 陳一傑 委員的部分 就併其他部會 針對官宏 專案 來配合 做專案報告 那其他的提書面報告 就請交通部 觀光局 就依結論來辦理 其餘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來 第三幕 第三幕 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理 被凍結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三萬五千元 喔 那麼 一百一十九案是測案 一百二十案是測案 一百二十一案 呂毅林 他是 凍結百分八百五十萬 提書面報告 那八百五十萬 這邊已經凍結三億七千六百 一十三萬五千 我們就併入啦 那 針對呂毅林的書面報告 你們就提出 所以 第三幕 我們就 凍結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三萬五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凍結 好 第四幕 一般建築 及 設備 我們就照委員會照列 第一倍金 第五幕 五百一十萬也照列 那麼 進入主決議 一百二十二案測案 一百二十三案測案 一百二十四案有沒有問題 蛤 好 那我們就通過 一百二十五案 那 照修正文字通過 有沒有問題 可以 因為也是我們配合辦公室 好 那一百二十六案有沒有問題 一百二十七案 那一百二十八案 確實有點困難 來 一百二十八案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一百二十八案 你要講困難的點在哪裡 讓 委員他們 來 大家翻開一百二十八案 來 一百二十八案是你們覺得哪一點比較麻煩 第一點就是我們對這樣子的訴求其實是有共識 那麼第二點是因為大地藝術記有很多國外的藝術家 他在創作的時候可能他有一些在地的發想 有些是他原就是自己國家的發想 那第三個我們完全尊重這個用這樣子的這個我們原機法 第二十一條的機制啊 有一個共管機制 那些委員 我這一次在一月一號也特別去拜會的這個共管的委員 那他們也對於這樣子的這個方式啊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已經是有一個合作的一個機制了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衝突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書面的報告來做說明 你的意思是不要狀態改書面 這樣你就同意啦 可不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為這個案子來做專案報告 這個我們恐怕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安排 我對觀光局這裡喔 本來應該是想要體育專案 但是我已經改組決議了 你可以併在其他的這個專案報告一起講 好那就併剛才那個黃國昌委員他們的案子 好那這個案子你就通過 但是併他們的來報告 做這樣的修正啦 你不必特別為這個案子啦 但是你可以併剛才 黃國昌委員庶右銘委員的案子一併做專案報告 好不好 我還是支持就是說 好那我們這個就通過啦 就通過喔 但是併併併併做專案報告喔 併併併做專案報告 這樣因為你這個案子來做專案他們不太可能 就時間啦 我知道啦 因為觀光局在做的東西都是希望在地化 但是在地化就真的要有在跟在地的這個溝通機制要建立好 所以過去有一些衝有一些爭議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透過主決議然後再專案報告 很好 來去做改善好不好 好 謝謝高路委員 來 凍結的部分 是也是百分之二十 那就納入委員會的凍結提書面報告好不好 好 來一三零 喔沒有 好 那一般行政就照類 第三幕 呃 委員會凍結八百萬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喔 第一一倍金二十萬我們就照類 所以 應援所喔 總共是 凍結兩千兩百二十五萬兩千元 簡列三百萬元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凍結的部分 好 好來 我們進入下一個喔 公路總局 以及首屬 公路總局 呃 公路總局 在第一幕一般行政 是委員會是照類 那麼我們 呃 黨團也沒有任何提案 所以我們就 呃 照委員會 的通過 訴照類 第二 在 第二幕 他是簡列一千兩百萬 凍結四億五千六百零一萬三千元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第二幕喔 第二幕 有 陳怡婕委員凍結百分之十 凍結百分之十是多少 蛤 多少 五億九千萬 喔 五億九千萬 喔 五億九千萬 那 那個 那個 洪軍兄 洪軍兄 委員會是凍結四億五千萬 啦 我們乾脆就凍結五億 就五億啦 好啦 就凍結五億啦 就是 凍結 但是五億 不是五億是包括委員會啦 就剩到 四千四百萬而已啦 這個反正他一定要來做報告的嘛 是凍結啦 這個數字比較好記啦 那 提書面報告啦 那 維州委員 他是凍結八千萬 這個就納入委員會啦 那 徐永明委員 是 簡列一千萬 凍結百分之二十 凍結百分之二十 這邊是兩千 兩千 八百萬而已 我們 併入委員會啦 但是你的 齁 那你來說明一下 那個院長就是 凍結這塊併委員會的數目嘛 對 然後 專案報告是併四十一案 好 好 那做專案報告 那檢列就不要了 好 那併入委員會 提專案報告 配合前面的專案報告 齁 那麼 賴四寶委員是 簡列五百萬 是一般事務會 動結五百萬 我們就併入委員會啦 齁 那 國內旅會 這個是通案 齁 那一百三十五 呃 所以十分之一是 三千六百萬 啦 我們就併委員會啦 好不好 提書面報告 提書面報告好不好 給委員 好 那這併委員 所以第二幕的部分 就 凍結五億 簡列一千兩百萬 那 呃 那個 徐委員有名的部分 就併前面的專案 其餘 以書面報告 好 好 來 我們現在進行第三幕齁 第三幕 在委員會是簡列一億元 凍結三千七百三十三萬 哎 不 不對勒 千萬 十萬 百萬 一十億 哎呦 三十七億 三十七億 千萬 三百 三千 三千 三百 七十四萬四千元對不對 對 好來 我們就來處理第三幕齁 那麼第三幕的部分 維州委員 凍結十分之一 嘛 凍結五千萬 提書面報告 我們就併入委員會 喔 黃昭順委員 凍結十分之一是 三百 也是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十分之一嘛 好 那併入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那麼孔文吉委員 凍結百分之十 這個應該是 也是超過啦 委員會超過 這併入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鄭天才委員 是凍結 喔你比較客氣 你凍結一千萬 我們併委員會 喔 這個鄭天才要特別謝謝你喔 那 第三幕 那 陳怡姐委員 也是凍結百分之十 我們就併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 那 陳怡姐在凍結一個兩千萬的 我們併委員會 提書面報告喔 黃國昌委員 是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修正 改組決議 通過 李鴻君委員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好我們就改組決議 通過 145案 我們 呃 凍結 五億 我們就併入了 他這邊已經凍結三十七億了 這五億就沒有看頭了喔 鄭天明併入委員會 好那 樹面報告 院長我可不可以請他講一下 來 沒問題啊 來你說 因為喔 這個我會提凍結案主要是 我們那個中橫復健那個 你們到底 到底現在到底怎麼樣 一下子報告一下不公告 中橫復健 對啊 那不是要做評估 委員報告一下 原來是上那個 去年底你們就應該要完成 我們現在正在準備相關的一個 發包的工作 然後在這個 圓越多會來做一個公告 其實公告可以上網 來 來找 那個先期的可行性的一個研究 對啊 委員三次提到的相關後續的第二階段的改善 那個我們也在我們的 呃相關的經費裡頭已經有相關的預算 因為 因為拖了三個月喔 你們拖了三個月 你們拖了三個月 本來你們十月上去又下來 上去公告然後又拿下來 呃 這我們來了解 然後到現在又還沒有公告 到底是怎麼樣 呃我們 呃我們來了解一下 盡數來跟委員 我的了解是 要上去公告了 欸是 對啊本來是去年你們就應該公告的事情 而且你們說 年底以前就會完成發包 啊結果到現在 你還連公告又還沒有重新公告 下線 那個只是一個你上線的一個評估嘛 對 合行性評估而已耶 是是 都這樣子的那就不用談整個的復健 好 好 我我我我我 那部長你講一下你們什麼時候要完成 完成 那個那個 那個下線已經通小車了 上線我們就趕快那個 評估趕快來做 你剛才局長說一夜 我們就 一月底吧 一月底 我們來一月底來看看 一月底可以嗎 可以 一月上旬 我們預計一月上旬 一月可以一月可以 一月底來上網公告 一月上網公告 好謝謝交通部 好請成兄謝謝 那一百四十六案招順委員 他是凍結十分之一提 書面報告 那我們就納入委員會 納入委員會 那一節委員是凍結百分之十 納入委員會 好提書面報告 什麼 通山項目 這是通案 好好 對不起 這是桶三 第四十一改桶三 桶三處理 好 那麼 等一下 好 我們 第三幕 就簡列一億 凍結三十七億 三千三百七十四萬四千元 那麼 其餘 就以書面 這凍結就以書面提出 好 使得動之 好 來 第四幕 第四幕 一般建築 委員會是全數兆類 我們就通過委員會 我們就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第五幕第一被金 我們也通過委員會的決議 現在進行主決議 一百四十八案 有沒有什麼問題 一百四十九案 一百五十案 有文字修正 那文字修正 有沒有跟黃委員 黃委員 這樣文字修正可不可以 好 那就修正通過 那 你現在是有一個 附帶決議 主決議 一個主決議 那個主決議 發給大家 那 你唸一遍 你就唸一遍 大家 現在民進黨黨團 提出一個主決議案 不必啦 你就趕快唸 唸給大家啦 反正這個一定會過的 好 國道一號 武段至楊梅段 拓寬工程計畫 武陽高架道路完工通車後 已有效疏解國道一號 楊梅以北平面道路交通 為湖口新竹路段交通庸設 日益明顯 交通部 業已完成辦理武陽工程延伸至 新竹頭份之先期評估 為儘速解決目前國道一號 新竹路段在竹北流道 公道 武交流道 光護路交流道 竹科園區 交流道及國一與國三系統 交流道等五大交流道 及科學園區的塞車問題 以提升大新竹地區 及竹科生活圈的交通便利 與生活品質 並促進新竹生活圈 高科技產業群聚發展 提升國家競爭力 原要求交通部 應以先期評估作業成果為基礎 儘快於本年度內完成可行性研究 並持續辦理相關環境影響評估 與後續規劃設計 提案人柯建民 鄭運鵬 葉怡經會員 宣讀完畢 好 有沒有問題 同意 好 那我們這個主決 看準沒關係 這要三年了 這要進行中 我補充一下 因為同樣的 同樣的是 之前我有請你們做那個 厚禮到彰化的 那個可音也在做 那個在做了沒 那可音也在做 也在做了嗎 中部段跟銀聲這個 這個頭混段都在做 那什麼時候會完成 因為現在柯總是要提的 這個是舞陽延伸到新竹 對 那我之前請你們做的是 從厚禮到彰化 那時間什麼時候完成 我再跟您報告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 確定 我們請政委你講一下好不好 他今天都沒有講到話 沒關係 那個148案我請教一下 雖然剛才有說通過 他最這個開發建設我沒有意見 但最後有倒數第二 倒數第三行有說 動工前須徵得當地族人同意 與禁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勞工 這兩項你們做得到嗎 因為如果你要禁用一定比例原住民勞工 我不曉得說你在勞基法 或者就業服務法裡面 你能不能去對他的那個族群去做判斷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確定是說得到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原則上我們在那個地方所做的相關的工程 我們第一個都會先優先來雇用原住民的勞工 所以一定會 你怎麼優先 我們大概會先由當地的相關的一個廠商包商 就當地的來應徵 比例沒有定就沒有關係 比例沒有定就沒有關係 一定比例 所以當地族人同意你們也做得到 如果不同意路就不要做了就好 要溝通啦 這個還不簡單 沒有啦 那族人不要做你們 你為什麼要幫他做路 原則上我們大概 理事在那裡的相關的工程都有 好來鐵道局 好來 對不起 許委員 其實不是針對這個案子 我主要是針對程序 就是說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還可以送新案 因為我看一下我們那時候協商結論是 星期下午 當日下午2點30分 進行協商前 各黨團如有必要時 能得卓宇提案 送財委會會整 對 那院議會之前你也可以卓宇 我們不是有講嗎 在處理之前你卓宇提不要超過20萬 對 所以我剛才念的是協商的結論 對 現在這個案子是不是 不是 所以 是院會處理之前啊 不是啦 我們那時候協商的結論 是 協商前 對啦 但是在院會之前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這個江維也在這裡 我們最後你們都反對20案嘛 所以就卓宇送亮 不要太多在院會處理之前 院長我念的是協商結論的第三項 對啦 那是那時候我們要協商的案子 但是因為 各黨團都有意見嘛 所以我們 就在 院會要處理之前 現在也算是院會處理之前 你們現在有臨時動議案 我們也會 院長 我們如果講清楚程序是沒問題 對啦 可是我們的協商結論講的不是院會之前 有啦 到最後 到最後 我把協商結論印出來 不是啦 不是啦 因為那一天我們針對協商 對啦 我也在現場 就是你來協商的 對啦 當時講的是說 截止之後 可不可以送案 對啦 大家都要嘛 大家都要嘛 當時還講有沒有量的問題 可是當時講的是 截止之後 可以送案 是協商之前 如果以我來講啦 我更希望協商之前送案 往後都不要送 如果以我 但是你們都反對 國民黨也反對啊 江總召也在啊 所以我們說 在院會之前不要多 因為 已經都協商結束 你要再改變很困難 所以那時候說 你們就著亮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覺得 院長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啦 雖然我剛才念的是協商結論 那我們現在講 那進了院會以後還可以送嗎 就是院會處理之前 但是不要超過20案啦 拜託一下啦 那院會處理之前 是表決之前就可以送嗎 院會處理 我們就以院會處理啦 好不好 就是到哪一個 部會 之前 好不好 院長這樣講 我們就是按照這個啦 主要是因為我回去看協商結論 講的是協商之前 不是啦 就是 所以 所以 下一次 如果 大家不反對 我是覺得 我們就在協商之前 大家就做 我比較贊成 許委員講的 協商之前 我們就把案子 定了 但是 大家都 對啊 你看 那一天也是這樣子啊 親民黨的反對 國民黨的反對啊 不是啦 不是誰反對的問題 這個是因為你到了 最後要表決之前 都還會有變更的那個 搞不好都會有病案啦 大家可以啦 所以我們才說是少量 那個是協商之後 然後大家有一些意見不同 可以再融合 有些是策案 但是有些 沒有辦法融合 你一定會有你的提案嘛 一定的嘛 所以 所以永民兄那一天 就是 我也是希望像你這樣子啊 對啦 我想說院長把它講清楚啦 如果現在的情況就是 表決之前還可以再補啦 不是啦 院會處理之前啦 院會之前可以再提 好啦 好不好 但是不要提 超過20案那一天的共識 是這樣子啦 你不能 到時候 對啦 我們是說 以20案委員者 以超量委員者 對啊 這大家 明天在被罰到時候 自己罰三千元 不是大家都罰 所以我們才說 不能超過20案左右 好啦 好啦 我們這個大家現在都還算 氣氛不錯 那我們就繼續 鐵道局 鐵道局 第一幕 一般行政被凍結 三百四十四萬兩千元 那麼 我們這邊 第一幕的部分 第一百五十一案 第一百五十一案 是凍結一億 這個是針對整體的鐵道局的部分 但是整體鐵道局已經凍結兩億 七千九百一十八萬了 這個 這個 呃 民眾兄 我們能不能請維州兄 喔 這個凍結一億 在鐵道局 總數已經凍結兩億七千九百萬了喔 他是針對 所有的鐵道局要凍結一億 我們本來是一幕啦 但是他是針對整體鐵道局 我們是不是納入 鐵道局 在 所有的凍結兩億七千九百一十八萬三千元裡面來 來處理這個 林維州委員的 動結一億元 所以是 定案對不對 啊對 就併錄啦 馬達這個 這個 併案就是 併案就是要把他的提案原因 要做書面 這個報告嘛 齁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 呃 第一幕啦 第一幕 這個 郭昌兄 你提全數凍結啦 你要不要 你不過你凍結的部分是 十五萬七千元的 這個特別位啦 哈哈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不是 他全是凍結不是要凍結 其他的就是凍結 十五萬的特別位啦 我 我提案我當然負責嘛 那我就清楚的說明了 好啦 從普悠瑪悲劇 第一天開始 台鐵 交通部 一而再再而三 為了要掩飾自己的錯誤而說謊 欺騙社會大眾 傷害罹難家屬 台鐵的主密說 主風蹦很少壞掉 最後的調查報告 一天到晚再壞 台鐵的前局長說 日前才做過六年大保養 根本沒有做 都是假的 我為什麼針對鐵道局 後來 後來 在十一月初的時候 他們已經發現 有冷卻器上面 都是泥巴 灰塵 雜草 羽毛 風的厚厚的 已經拆開來看 看到了 結果賴清德 到立法院來做專案報告的時候 你們公布第一次調查報告的時候 一個字都沒有提 是我當天質詢的時候 我直接問你們 是不是去看過 是不是如同我描述的這個樣子 你們到第二天才公布照片 那天賴清德在質詢的時候 我問吳哲成 說你們調查報告根本不完整啊 吳哲成跟我講說 沒有問題下班以前 詳細的報告 可以提供給委員 白紙黑字 院會紀錄都有 我在我辦公室等到五點 鐵道局 東西就是不拿來啊 逼著我 下午五點半 我衝到院會的現場 去請教譜 優馬事故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吳哲成政委 你跟賴院長不是在院會承諾我嗎 都寫好了啊 可以提供啊 可以公布啊 結果吳哲成跟我說 他沒有問題啊 他已經交代要提供了 鐵道局不給就不給 我在黨團等到晚上七點多 拿兩張紙給我 我問鐵道局局長 這個就是吳哲成所謂的詳細報告嗎 他說對 多的沒有了 就這兩張紙 結果第二天 鐵道局放新聞 說那個有冷卻器喔 台鐵沒有錯啦 因為日商的維修手冊沒有說要親 又再繼續說謊 等到這個謊言被拆穿 在最終調查報告才承認 人家維修手冊上面就有要你要親啊 根本沒有親啊 我在委員會這件事情 質詢兩次 鐵道局全部 大家都裝傻 如果沒有人跟記者講這樣子的話 那奇怪了 如果沒有人跟記者講這樣子的話 那就顯然是假新聞嘛 我們政府現在要大力的掃蕩假新聞了 這很嚴重啊 鐵道局沒有惡意的帶風向 說維修手冊上面沒有說要親 那就要出面正式的駁斥 這個新聞報導啊 你講的是假的啊 我們鐵道局從來沒有這樣子講 結果呢 心虛啊 一方面又說沒有啦沒有人講這樣子的話 然後另外一方面又不敢駁斥 鐵道局可以這樣做 我已經給你們好幾次機會了 好啦這個鐵道局 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就盡量改進啦 因為委員的質詢絕對都是三 鐵道局 對我想黃委員 要先搞清楚死住在什麼行 黃委員剛才談到就是 資料陸陸續提供 但是後來我們的調查報告 跟現在鐵道局已經有比較具體的內容 所以我們把這些資料就再提供給這個黃委員 欸不用啦我手上的資料比你們多啦 對對對 你們公布的資料 也沒有我手上的多啦 把暗遊看清楚啦 可以這樣一天大晚說謊不用負責任喔 那我們現在不是要打擊假新聞嗎 如果鐵道局講的是真的 那這個就是假新聞啊 鐵道局怎麼不開記者會發聲明稿 嚴厲的譴責這個媒體 寫這種假新聞欺騙社會大眾 傷害罹難者家屬 好 這樣子啦 我們這個特別會我們就不要 因為特別會你凍結 對不起這件事情我堅持 我堅持 那就保留啦好不好 因為我們也有幾個特別會有在保留的 那我現在跟在場所有的黨團 以及我們在等的部會做一個宣告 我們今天就處理到交通委員會結束 現在啦現在 中午啦 中午啦 處理司法法制 然後再過來就是未還 大概還剩下兩個委員會 好 院長能不能詢問一下 所以如果今天委員會處理完 我們假設啦今天下午如果 明天我們就 那你會有第二輪嗎 還是就直接進院會 第二輪大概 在我們今天結束之我們稍微交換一些意見啦 因為保留的不多啦 我們憑良心講啦 除了 我處理啦 除了大概 時代力量針對 就是針對 財政部的之外其他的保留不多啦 所以如果 時代力量那邊能夠思考一下 那 那明天大概我們就可以進入 進入院會處理啦 但是 我們那邊也想一下啦 那 我們也拜託民進黨黨團 針對搞入委員那個 國有財產署 能夠找個時間理清楚啦 朝正向來處理 好不好 那這樣大家就和諧啦 這邊也策案 那這邊我們就看看怎麼樣 修正文字讓他通過 好 好 那就這樣子喔 來我們進入 第二 來 第二幕 我必須再講一次喔 事情發生到今天 交通部 對鐵道局還包庇到這個程度 我無法接受 案子保留沒有關係 到下面表決的時候會被封殺 我們心裡都有數 但是我要再一次的 強烈譴責交通部 可以這樣包庇喔 你們以為你們表決都會贏就可以這樣包庇喔 這個是我有說錯嗎 交通部喔 有給大家一個交代嗎 有給大家一個交代嗎 可以這樣自己發假新聞嗎 好不好 沒有關係嘛 剛剛反正講得很清楚嘛 院會處理以前通通可以再提案 我對鐵道局對交通部的不滿 我會反應在我新的提案上 好不好 好 我們就進入第二幕 第二幕是鐵道業務 鐵道業務是造類 委員會是造類 那麼我們這邊鐵道業務第二幕 自揚委員你是凍結一百萬 你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 納入那個委員會 但是第二幕齁 第二幕在委員會是沒有凍結數 不是說整個鐵道局是兩億四千多萬 那個是在後面的第四幕 是嗎 你現在是第二幕的提案 那我要堅持啊 好那提數面好不好 這整個有沒有 凍結一百萬提數面啊好不好 因為他的才七百八十一萬而已啊 這個就是這個我們覺得 花東的這個鐵道運輸啦 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去改善 比如說家常列車 那你那你車站的建設是什麼 火車這麼長你車站那麼短 是不是也不對 所以這整個還有太多種可以想的空間 我覺得交通部這邊還要再努力 如果只是要給交通部努力 因為你凍結一百萬就將近十幾個百分比 因為他只有七百八十萬而已 書面啊我就書面 好那就提書面 好那凍結一百萬提書面 來我們就進入第三幕 第三幕委員會是凍結三千一百四十七萬一千元 那麼我們這裡沒有任何的提案 所以我們就照委員會的凍結數 通過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 第四幕 在委員會是减列六千萬 凍結兩億四千四百二十七萬元 那麼在這裡 林維州委員凍結五千萬 這個已經凍結兩億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納入 委員會的凍結數裡面 那就請提書面報告給林維州委員 那曾委員凍結百分之二十 大概是六千萬 但是已經凍結兩億了 是不是也納入 提書面給我 那現在 呃 陳毅敏委員凍結三更少 那我們一樣 納入委員會 但是要提書面給陳毅敏委員 那 陳毅敏委員凍結15 凍結15是大概七千五百萬 也都在兩億之內 是不是我們就納入委員會的凍結數 然後我們請提書面給陳毅敏委員 好嗎 好 那我就宣告 第四幕 且公路重要交通工程減累6千萬元 凍結2億4千4百27萬元 那其餘提書面 提凍結案的就以書面提出 給各到立法院來 來主決議157策案 第158案 修正文字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鐵道局的第一億倍金 我們就全數照例 有沒有問題 這是個案的問題啊 市長看一下吧 158 沒有問題啊 好那158我們就文字修正通過 來159 好159我們就照案通過 來鐵道局的預算我們就審理完俊 那麼除了剛剛學商所有的部會 以及部位所屬的單位之外 其餘包括飛安會氣象局等 因為都沒有委員黨團在這邊提案 所以均照交通委員會 委員會審查的結果通過 因為我們都沒有提案 所以就這樣通過 也不必再唸了啦 因為委員會都讀過了 好我們今天早上的協商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謝謝大家 下午1點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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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洪群兄啊 洪群兄啊 洪群兄啊 你這怎麼有個160是什麼東西 你這160案是什麼 你這160案是什麼 怎麼沒有 下午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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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有到159耶 那你那160 蛤 好 好好好 好 好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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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